最近 杜菲元贤二 又以驻中国特务总机关长的身份 来到了上海 他们救进了李氏群 丁抹村 包括那个奇冠雄 为首的一批乌合之众 搬进了基斯菲尔洞76号 今后你们的对手 就不仅是一个特高客了 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上级之事 要密切掌握汪精卫集团投敌的最新动向 并在时当的时候予以揭露 我们需要找出有力的证据 来擦亮国人的眼睛 你仔细地看一看 司令官有何见教 虽然我们已经占领了南京 但也只是南京而已啊 而且即使是重庆的蒋介石 被我们解决了 可是中国还有个延安的毛泽东呢 所以我们不仅在战局上要争取主动 在政治上也必须争取主动 我们的盟友汪精卫 终于由重庆逃到了河内 这就为我们以华制华 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但是据可靠情报 戴笠 已经飞到了香港去了 是来指挥 刺杀汪清卫的吗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 戴玉农都亲自出马了 所以我们要尽快地 把姓汪的接回上海 将他保护起来 是 你的任务 是要稳住这个人 傅仁宗 对 去年年初 杜月生谢职 他接任了通商银行的董事长 他可是汪精卫看中的人啊 是将来可以出任上海市特别市长的人 但是 蒋介石也在拉拢他 看不出 此人还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要严密控制夫人宗 他将是我们在上海的代言人啊 当然了 中国的某些事情 还是由中国人出面自己处理为好 前几天 我已经批准了丁木村和李世群的方案 他们也表示愿意和我们合作 按照总机关长的指示 回头 你负责提供给他们500支枪 还有子弹 再给他们500公斤炸药 以后每个月 撥发30万日元的经费 我来负责落实 眼下他们正在招兵买马 办公地点 不已太瞎小 你回头帮他们找一套 大一点的地方 这些人 虽然被他们国人称之为不齿 但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 还是很有用的 地方我已经替他们找好了 基斯菲尔路 七十六号 派军 住在这儿还习惯吗 习惯 习惯 拿好 打开 启队长 这三十万日元给你拿来了 我们说话历来是算数的 您太客气了 拿下去吧 启队长 请你转告丁里二位主任 以后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 用不着这么客气 那是 那是 吉斯菲尔路七十六号 这个地方还是很漂亮 你们现在也算是安居乐业了 是 土飞原将军和宗本司令 对我们的恩惠 我们实在是感激不尽 既然知道这些 那就该好好地亮出几手来 那是 那是 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傅仁宗这个名字 你大概听说过吧 哦 我知道 他是 通商行的大老板 过不了多少日子 他就是上海特别市的市长了 那 您的意思是 既然他是个商人 就特别看重行情 眼下重庆方面 也在打他的主意 所以想请齐队长 多多陪陪他 您放心 这个 没有问题 既不要让人伤了他 也不要把人看跑了 否则大家见了面 就不好看了 您放心 我一定会保证他的安全 不是一定 是绝对要保证他的安全 那是 那是 绝对安全 绝对安全 我希望这次合作能够顺 好 关于重庆方面 我一直在密切地关注 蒋王之间的矛盾 由来已久啊 真可怕 你会保证吗 我有这个预感 自从年初汪精卫 逃到河内之后 军统就在部署 这件事性戴得很上心 不会轻易罢手 这个没事 看来 近期会有一处好戏 这个你也放心吧 这个工作我会做好的 好吧 我会进一步帮你打听的 有了结果我通知你 朱祁明 这件事情就拜托你 我自由安排 放心吧 好 我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啊 看 我到老渊家了 朱祁明 流一胡 听起 正here под 阁 dû chief 闪 二楼在哪 楼梯在那边 其상 警察 找人 抓人 一 别动 举手来 走 你们宪兵队也管上厕所的事吗 你们宫队也管上厕所的事吗 有点严厉送杀 我侯人和一个人 我侯人和一个人 明明 不移動 喂 是高小姐吗 对 我是 请问您听的蛋糕几天送过去 下午五点之前可以吗 可以 谢谢 回来了 就你自己在家 花挺漂亮 还铺了桌布 不错吧 又不是过年过节的 搞这么喜庆 什么日子 马云飞呢 我怎么知道 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吗 我就给我自己买袜子去了 那他呢 他 昨天晚上一夜都没回来 一夜没回来 去哪了 我 不是说了吗 我真的不知道 何剑 上来陪我杀一盘 好 小剑 来杀一盘 你还是等马公子回来陪你下吧 我旗下那么臭 小心熏着你 你啊 干嘛当着高寒的面说这些 我说的都是实话 高寒历来对这件事情很敏感 你这么信口一说 他会怎么想 我也没说什么呀 不过马云飞这小子在外头搞什么名堂 还真说不准 你这家伙呀 哪壶不开提哪壶 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 今天是马云飞的生日 怪不得一大早起来高寒 就把客厅餐厅收拾得那么喜气 高寒 高寒 来帮我借一下 呀 餐厅布置得好漂亮啊 辛苦了 该办的我都办了 就剩下蛋糕我没订 我想这事等你来办 高寒 高寒 怎么了 马云飞昨晚没回来 是吗 何剑说的 谁知道他干嘛去了 他去干什么我知道 什么事知道他在外面过夜呀 看你想哪儿去了 马云飞是那种人吗 我没兴趣知道他是什么人 行了 赶快把生日蛋糕订了 今天不许是小星子知道吗 这不 云飞昨天一夜未归 也没来个电话 不会出什么事吧 他不是去见朱熹平了吗 是啊 昨天宪兵队突击检查 我怕有什么麻烦 依他的身手没事的 该你了 外面没事 家里就先出乱子了 云飞昨天一夜未归 高寒难免就想偏了 是啊 我正为这事说何见呢 嗨 我就多了那么一句嘴 你没了钥匙 钥匙丢了 还知道回来呀 昨天晚上出去办了点事 帮我倒杯水 自己倒 又是没手 哪来那么大火去啊 帮我倒杯水怎么了 我跟你说 我不回来呀 自然是有原因的 干嘛那么大惊小怪 你回不回来关我什么事 我说你就不能跟我好好说话 是不是 闲难听啊 那你别听啊 其实昨天晚上啊 别听昨天晚上 我告诉你 你昨天晚上去了哪儿干了什么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我告诉你 昨天晚上我跟人出去打架了 差点让人用枪打死我 打死关我什么事 你们就不会好好说话呀 怎么回事 云飞 昨天晚上出了点情况 我一回来他就质问我 谁知道你了 高涵 高涵 你先去忙你的吧 我不去 你不去我去了啊 我已经定了 下午五点之前送过来 你们啊 让我说什么好啊 云飞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 高涵一早就替你订了生日蛋糕 我生日啊 去 对不起 刚才我态度不好 我错了 这是你们订的蛋糕 怎么现在送来了 我不说五点之前吗 你们这里是五号别墅吗 是啊 是谁让你送来的 客人电话里说 让我们今天送到这儿来 给一位马先生 祝他生日快乐 谢谢啊 这不是我订的 不是你订的 我也谢谢你 你可别谢我 谁送的 你谢谁去 真不是你订的 我说了吗 他的事 根本用不着咱们操心 云飞 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那这个地方 你那方面有几个人知道 就老鱼知道啊 可是老鱼不知道我的生日啊 这倒奇怪了 欧阳 昨天晚上同样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和钟西平见面 不许动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是没有背后那一枪 我现在根本就不可能 坐着跟你谈话 有人在暗中保护了我 那是救命的一枪 那个人是谁啊 会不会是老鱼他们 我这边所有的关系 我一一问过了 都不是 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 这两件事情 应该是一个人做的 暗中保护了你 又记得你的生日 那说明这个人 不仅知道你的过去 还知道你的现在 那会是谁呢 我的直觉告诉我 应该是他 他 我的父亲 马百川 翻报 翻报 看方定位和内遇刺 侥幸逃命 翻报 翻报 这回戴笠 在河内算是班砸了 能确定是军统干了吗 这一看就是戴老板的手臂啊 军统刚打起台子来 他就着急唱一台大戏 姓汪的被日本人秘密地 接到了上海 那他死刑的目的呢 应该与筹建汉奸政权有关 他们已经把夫人宗拖出来 担任所谓上海特别是市长 夫人宗这条老狗 一会儿姓蒋 一会儿姓汪 活脱一个政治流氓 最近和老虞有联系吗 他已经去重庆了 看来戴老板这出戏 还没有到压轴的时候 我们在河内的行动失败了 不仅没有伤到姓汪的一根寒冒 还白白搭进去几个弟兄 赔本的买卖啊 据上海战的情报 姓汪的已经被日本人接混上海 要抓住这个有力的尸姬 趁他立足未闻除掉他 我明白 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了 你亲自去一趟 可怎么找到姓汪的这个人呢 到了上海 先去找这个人 吴清泉 夫人宗的私人秘书 老板 夫人宗这个人靠得住吗 他可是被委员长通缉过的呀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委员长已经亲笔给夫人宗写了信 只要这回 他能帮我们除掉姓汪的 过去的老账不仅一笔勾销 还会对他为以重任 如果夫人宗不合作呢 那就连他一块儿除掉 委员长的信 夫先生已经收到了 虽然夫先生对过去的事情 还心有余悸 但是对蒋先生的慷慨大度 既往不咎 还是十分感激的 夫先生能这样想 那我就放心了 至于眼下这件事 夫先生只说试试看 因为他本人也很难见王先生一面 可我们得到的消息 是夫先生和姓汪的 在一起吃过好几顿饭了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 好 吴秘书 我这次是秉承戴老板的指示 专程来上海办这件事 要是空手而归 那对谁恐怕都不好交代啊 当然 我当然是既往 于先生不许此行啊 您回来了 好 傅先生回来了 傅先生 这位是重庆来的于先生 傅先生 蒋先生进来可好 我也是好久没有进到委员长了 那你们聊 你们聊 我没说 要是傅先生给面子的话 请打这个电话 好 报告辞了 恕不远送 好 傅先生 他走了 嗯 谈得怎么样啊 他们当然还是想要 王先生的性命 老蒋这个条件 开得是够高的了 先生 这件事看来很棘手吧 是啊 过去我和孙川芳一起返奖 遭到了他的通缉 我才亡命日本多年 虽然通缉令撤销了 老蒋对我也许了很多愿 可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啊 先生 先生 担心还有变化 老蒋这个人一向不重信用 搬手为云 副手为雨 对他是家常便饭 万一我要是配合了他 他达到目的之后 再把我一脚登开 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再说 眼下上海 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 日本人扶植的 是汪先生 他对我也不薄 我何必这么折腾 那要是不配合 怎么叫这个差呢 是啊 这些家伙 还等着我的回话呢 来 来 到这儿 部门在这里 你 咱们出去吃点东西吧 是啊 就是啊 饿了我了 你们去吃吧 给我带点回来就行了 哎走走走 咱们去吧咱们去吧 啊好 走走走 喂 于先生吗 哼 福先生让我通知你 明天上午九点 王警卫要去警犬司上香 去范范吗 去范范吗 去范范 好 男人 有 technological 好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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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你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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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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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被幸福的给玩了 老板 我们被暗算了 几个兄弟都晚了 那你怎么还在说话 我试着 我回去结束制裁 你这次要是不把 妇人宗这只老狗 给我宰了 你就提着脑袋 回来见我 上车 这么说 老于这次是 奔着幸福的来着 他们被幸福的出卖了 损失惨重 这应该是老蒋 亲自安排的计划 老蒋原来是寄希望于 拉夫人宗过来 收拾王精卫 结果知道临头 幸福的反水了 这才激怒了蒋 不过 夫人宗的手上 是沾满了 我们同志的鲜血 已经有几个 新闻界的人士 由于在报纸上发表了 通缉汉奸卖国贼的文章 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我个人觉得有必要除掉这个罕纪 所以想配合他们一下 我同意 但在除掉福人宗之前 我们要设法拿到他手里的东西 据我们的情报 最近姓汪的为了安全起见 把一些秘密文件转移到了傅家 这情报可靠吗 可靠 只有拿到这些秘密文件 我们才能向社会 进行有力地揭露 让全国民众都来看一看 这些汉奸投降派的真面 可幸福的身边 一直戒备森严 由齐冠雄的七十六号保护着 我们很难接近 这个 我来想办法吧 走 老鱼啊 你也算是江湖老客 大风大浪都过来了 怎么会在鹰沟里翻船 别提了 连老头子都被幸福的玩了 那这件事情怎么了结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但老板说 要是不宰掉福人宗 那他就会 宰掉你对吗 严非老弟啊 事情办成这样 我没办法回去交差 你帮帮我 你想把我也给搭进去是不是 严非啊 你和欧阳参谋商量一下 姓汪的先放一遍 我们两家联手 先把幸福的给做了 老鱼啊 如果不是因为那件事的话 我个人能和你成为很好的朋友 可是我已经说过 绝对不会再和你们军同打任何交道 你们想想 当初你们才认杀害民主爱国人士 是两财 杨幸福 干的算是什么勾当 老兄啊 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 说实话 对待老板的某些做法 我个人也是有看法的 要不我们还能这样走到一块吗 那我就请你喝杯酒 先替你压压惊 这么说 一点余地都没有了 耐心等我消息吧 不诈意 我就不信 没有张图库 就得吃浑猫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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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说 就让你来 我先来 Jackie 我教堂 我教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可不指望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以后上海的局面可就要多靠你傅先生了 傅某不敢 傅某不敢 只要跟在汪夫妻后面有口饭吃傅某就知足了 那东西怎么样了 东西你放心 那就全拜托傅先生了 好 好 再见 好 再见 既然你们不仁 这个死伤 肘子 你之前的被盗兽了 你就能给他们了 谁 要你 那你 这人 退出什么 乘李宗盛 这人 其实是 乘李宗盛 你还要替你 下户 你就去 将写兵死 并将其身方 递出了条件 要求清除一些 所谓的危险分子 而汪精卫集团 正好以此为由 来借刀杀人 名单上有多少人 暂时还不清楚 但是上海的一些进步人士 极有可能 都在这份黑名单上 一旦这份名单提交上去 敌人很快 就会复读行动 因为汪精卫 精心策划的党代会 将在这个月召开 这样看来 只要列入黑名单的人 就会非常危险 是啊 因此我们要尽早 得到这份名单 我们才好 把人转移出去 当然 我们要同时设法 除掉这个汉奸 可是老于他们 已经打草惊蛇了 妇人宗必定是 躲在老巢里 不敢抛头露面 我们很难找到 机会下手 是啊 问题难就难在这里啊 看来只能走这步险棋了 冯先生 您的意思是 钟西平认识一个 能够接近 妇人宗的理发师 通过这个关系 等待时机 直接去复家 直接去复家 这是不是太冒险了 看来只能走 这步险棋了 冯先生 您的意思是 钟西平认识一个 能接近夫人宗的理发师 通过这个关系 等待时机 直接去复家 直接去复家 这是不是太冒险了 情况太紧急了 容不得我们再犹豫了 而且我建议 这件事由马云飞去完成 太鲁莽了 明明说这老家伙 这两天回来市政府办公的 竟然弄出了一个体身 这可不像你老鱼的风格 连连失手 想想真是窝囊啊 花银子买假情报 这样的事情 在你们那儿不新鲜 还是趁早回去休整一下 不然的话 连走都没法走 特高科和76号 也不是吃素的 连费兄 如今我可是进退两难哪 怎么说 我已经向戴老板 立下局的房屋 这么严重 连费 这次的任务 实际上是校长亲自布置的 夫人宗的翻税 让我们损失了一个小组 上海战几乎瘫痪 老蒋咬牙切齿地 对戴老板说 玉农 你一定要把我除掉 夫人宗这条老狗 是要除掉这条老狗 可你们的迷诺 他光警卫就里三层 外三层 那是挣扎不尽 水泼不透 叶飞兄 在这节目眼上 你可得拉兄弟一把 我早就说让你等我消息 你不听 我有什么办法 母妈 你过来一下 先生 有什么吩咐啊 去叫一下老徐 让他给我离发 我这就过去说 想杀我 没那么容易 好吧 欧阳 这回机会来了 是吗 钟喜平说 姓徐的礼发师 今天晚上就去附家礼发 是今天晚上 对 你而如 夫人宗侥幸逃过这一劫 弄得我们成了惊弓之鸟 你们的汪主席 直接向松本司令官交涉 说他们的人身安全 受到了威胁 要我们两家 每天二十四小时 对富宅警戒 里外三层杠烧 原来是这样 你觉得这次谋杀 是军统的手笔吗 課长 我个人认为 这次谋杀和河内 此王是如同一者 如果是军统所为 事情倒简单得多 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 我们的老对手 也没闲着 課长 凤先生我们说 要提交一份名单 是啊 那上面都是他自己 签订的危险分子 这样 一旦名单提交上来 我们立即行动 先把这些人控制起来 至少今后发生 类似的事情 我们两家的责任 也就轻松一些了 同时也保证了汪先生 党代会的安全 对对对 很有道理 齐队长 据我们的情报 中共地下组织 也在关注着这份名单 并且会在近期 把一些知名人士 从上海转移出去 这个时候 我们可不能大意 我知道 码头还有机场 所有进出上海的关卡 我都已经做了 严密的部署 注意这张开 云飞 冯先生说 这无疑是一步险棋 只能由你去执行 我从他沉重的表情中 可以看出 这是万不得已 才做出的决定 具体任务是什么 设法把那些秘密文件 弄出来 特别是那份黑名单 必要的时候 把幸福的除掉 明白了 一定要在自己 有把握脱身的情况下进行 你听清楚了吗 欧阳 你就放心吧 我肯定会没事的 云飞 这次和云飞 我肯定都跟他 universes 平安地回来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平安地回来 我肯定会平安地回来 肯定会平安地回来 刚才他有种 你再不想 我肯定会平安地回来 都怎么了 拿我当现代荆轲了 都跟着我念 风潇潇兮 溢水寒 壮士一去兮 不复还 行了行了 你以为这很幽默吗 别在那神奇了 我跟你说 我这人无论干什么 精气神我总得提着 准备得怎么样了 理发师都安排好了 无论云飞是否得手 我们都安排他和家人离开上海 很好 今天晚上你们在预定的地点等候接应 注意不要跟我靠得太近 如果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我会发出信号的 放心吧 万一马少爷在里头弄砸了 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你捞出来 嗯 这我信 瞎了 那我呢 你在家做饭 做饭 对 记住了啊 多放点辣椒 凭什么我在家留守啊 我不 那好 你去替马云飞给他理发 你有这技术 好球 好了 大家准备去吧 妹妹 别闹了 你的那点心事还能瞒得住我 我们要相信云飞的呢 我才不在乎他 真的 那你就在家做饭好了 你就带我去吧 多一个人 多一份安全嘛 你不是蛮不在乎他吗 大姐 大姐 福先生 今天晚上 刚村岭市的酒会帖子送来了 嗯 还去吗 当然要去啊 要不我父某人会被人笑话的 正好借这个机会亮亮相 让朋友们看看未来上海特别市的市长 是个什么派头 要不要和76号那边联系一下 出外的行为都是由他们担任的 嗯 你给七冠雄打个电话 让他亲自过来 是 这东西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 记住 你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这要行吗 博士 我在爱丁堡拿的是化学博士学位 这也太学了 就三分钟 我告诉你 化学是实际上最严密的科学 说三分钟就三分钟 三分钟 够用 干什么的 你是谁啊 我呀 是给傅先生来理发的 理发 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好 我师傅老徐啊 他今天病了 所以呢 我就来了 掌握 一切正常 你 快 来 李华的 进来吧 来了 他进去了 进来吧 喝 不用怕 把箱子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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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来抽个烟 不用 转过去 师傅 你也抽个烟 不抽 把鞋脱了 把鞋脱了 快点 阿姨 那只 你们利索点 快走 这只 算了 快点 快点 好 是的 是的 这件事情 我已经向汪先生报告了 他刚从天津那边回来 我汪克敏 谈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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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你干什么你 好 好 我是来给傅先生理发的 我是来给傅先生理发的 好像不是你 对 我师傅老徐今天病了 所以我就来了 让他上来吧 您忙 傅先生 啊 理发师来了 啊 叫他进来 先生 这位先生给您理发 哦 好 来来来 傅先生 您好啊 你是 我是老徐的徒弟 哦 老徐怎么了 啊 哦 我师傅今天发烧 所以呢 我就替他来了 哦 嗯 你师傅叫 叫什么来着 徐宝根 哦 对对对 宝根 既然发烧 那就得送医院去看大夫 我记得 静安医院离你们那儿 不远吧 傅先生 您可能是记错了 我们家附近的应该是寄人医院 哦 对对对 寄人医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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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不是说三分钟吗 怎么还没出来 你先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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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别管 我 organised 您抬头 麻烦您给打盆水来 您招等 傅先生 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 我是不是给您理的 比平常短一些呀 不用了 按原来的修就可以了 好 那我先给您修修面目 平时都是老许 您把水放这就行了 谢谢 你先喝 你先出去一下把门带上 连你一个发也不得安宁 喂 陈老啊 关于召开第六次党代会的事宜 大致都已安排妥了 届时你可不能不来啊 这是汪先生一直嘱咐的 有病在上海也一样可以治吧 会议的时间暂定在八月二十八日 地点是吉斯菲尔路七十六号礼堂 李发大致进来吧 来 凤先生您可是真够忙啊 我时间来不及了 给我修一下就可以了 您放心吧 我手脚历来是很快的 我先给您热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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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鱼皮他别慌 快给你直播发信号 让他们不要轻举矛盲 准备接应 哎等等 欧阳叫咱别的 今天就给您热热面 我先给您热热面 我先给您热热面 等下来 内井 把他很轻举 我先的心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给傅先生来理发的 我好像在哪见过你了 齐队长 我和我师父老徐 曾经去过您的府上 齐队长 你还认识我 我地方那么多 你到底去过哪个府上 好像是静安寺后面那座小洋楼 门牌号码是211 记得还很清楚 那是 我怎么不记得 还有这回事 您齐队长是大上海 有头有脸的人物 这自古都是相克认识菩萨 哪有菩萨认识相克的 没想到一个剃头的 还挺会说话 过奖了 来 齐队长 抽个烟 傅先生呢 哦 在楼上都睡着了 可能是太累了 没什么事 我就先告退 慢着 等一会儿我忙完了 麻烦兄弟帮我修个面 乐意被齐队长效劳 借 日本领事馆的酒杯十点开始 知道了 你怎么还没走 这齐队长让我给他修个面 你先回去吧 以后再说 那哪天 我到府商去刺行你 开车 怎么样 怎么样 走吧 让你开车 你听不见 开车 行 这次党代会 一定要搞出声势来 给重庆那边看看 会长布置 要用气派 要敲锣打鼓 要摆满鲜花 党代会之后 王主席将要亲自主持我的就职仪式 解释 解释 妈的 就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偏偏又遇上了那个混蛋 也算是不许此行啊 毕竟我们还是拿到了些东西 可最关键那份名单 我并没有拿到 那家伙就像头猪 我怎么也搬不动他 也不敢轻易地下手 你小子幸亏没下手 要不咱可就没法玩了 那帮小子围着你 还不活活把你打成一筛子 这事应该你下手才对啊 你不是号称百变神偷吗 我倒是想去了 可咱也没那理发的技术 马云飞 这天也热了 我这头发 还得老家女哥弄个新的发型 你等着啊 你等着啊 等我把这头鱼给吊上来 我好好给你那里放 我怎么看你吊上个王八 你过来帮帮我了 你吊王八我不帮 真是邪门 我这两天总做噩梦 梦见什么了 梦见 马云飞被杀了 你们这对烟家呀 在一起的时候 就像两只刺猬 互相扎着 不在一起了 又惦记着不行 大姐 你看你 我没说错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高涵 和马云飞和好了吧 我才不跟他合呢 大上海可是个 冒险家的乐园 要是他被谁抢走了 你可别怪我 看上更好 我不稀罕 你就嘴硬了你 大姐 你是不是想刘涛了 分开这么久 也没他的音讯 说不想是假的 他是去延安了吗 这个嘛 等以后见到他 你问他好了 说实话 我也不是很清楚 清楚了也不肯告诉我 好 这是你的记录 我懂 不错 美酒佳肴 吹点音乐 就你 还懂音乐呢 我怎么就不能懂音乐 我不像人马大公子 钢琴弹得跟萧邦似的 我 我说错话了吗 你 你呀 哪壶不开提哪壶 当初他们分手 就是钢琴惹的祸 我本来想表扬表扬马云菲的 这动物 污也想发生 我今天都备见了 你准备了 你的简直 不能备见 你准备见 你准备前备了 能备见 你准备的时候 你不要捆备 我 你一直看 这是我的 要是敌人真的敢在所谓的党呆会召开之前 动手清洗 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大姐 咱们怎么干活老是在八月 我记得去年逮竹内云子的时候 也是八月 那天热的真是没法躲 可能八月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忙活的季节 也应该是收获的季节了 你们看 那田里的稻子黄了 林子里的苹果熟了 可惜这大好河山 让小鬼子给糟蹋了 冯先生 最近上海滩有几个摇笔杆子的 总跟富人宗过不去 尤其是 这个名声报的 这个女人我认识 她是名声报的韩清 对 这个女人最近一直在报纸上 发表一些对傅先生非常不利的文章 你去处理一下 当然了 中国人的事吗 还是中国人自己出面为好 齐队长 这是名声报的主编 有劳您出面处理一下 有劳您出面处理一下 您放心 这个事儿我去办 让他消失 做得干净利损 可是他本人不是很满意 认为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日本人为了压制抗日的舆论 和正义的胡声 最近在对进步的新闻界人士下毒手 想在租界内实行白色恐怖 我们有很多同志都在这份黑名单上 这些汉奸的欺言太嚣张了 是啊 大媒晚报的总编辑 张思旭在咖啡馆被杀 总经理李俊英在街头被杀 大光通讯社社长邵徐白 竟在自己的家门口被杀 有人说 1939年的上海 简直就是一个恐怖之年 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 组织上决定 一方面我们要有力地打击这些案件 另一方面要迅速把这些人转移出去 送到延安 你负责和名声报的主笔 姓声取得联系 他和高汉氏同学 我马上布置 时间很紧迫 我们要想办法除掉夫人宗 尽快拿到那份黑名单 我们内线的情报说 昨天姓傅的生病了 住哪家医院 不 他不敢住医院 还是请医生上门看病打针 这是具体的情况 你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 这倒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看来得二级功了 我们利用打针的机会下手 问题是 需要合适的人选 大姐 我去寒厅那儿了 还有事吗 就按我刚才交代的说吧 让他最近留点声 好 那我走了 高汉 有事吗 我跟你有点事说 来 就这么简单吧 不行 我能打针 可我杀不了人 高汉 你身手不是挺不错的吗 刚一回来就把一个便衣给撂倒了 真当真枪的我无所谓 可我干不了暗杀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你只要把真 你别说了 我不会去的 高汉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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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报 快报 快报 看民生报醒生最新的文章 毛利英今晚举行慈善拍卖会了 看 拿过来 以后不去卖民生报了 听见没有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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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汉 你看 我们好不容易一起聚一聚 可偏偏临时有个采访任务 这么晚还要出去 嗯 我去大众礼堂 去参加毛利英女士的物品慈善意卖会 那我送你吧 我的车就在前面 不用 我叫了黄包车 到不远 那好吧 千万要不安全 黄先生特意让我来告诉你 最近客户机关对新闻界的气味 越来越不对劲 没事 我才不怕那些流氓 再见 哦 高汗 你看 我的表有点不对劲 你的能不能先借我用一下 当然没问题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喜欢戴男人的表 要不怎么有人说我 没有女人味呢 谁这么说啊 其实我觉得你这样挺好 过两天我给你送过去啊 不用了 哪天我有空过来取就好了 嗯 要下雨了 快点快走 闭一闭啊 闭一闭啊 开了 去大厨品堂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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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我不会难倒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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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去 你不行 你的脸太熟 整个上海他认识你的人太多了 再说 你现在这个样子 根本就不像个护士 把我扮成女的 我去 你小子别打差 欧阳 我认为 还是高寒寻寻合适 第一 他具备护士的所有条件 第二 一个小姑娘不容易引起怀疑 第三 我可以保证他的安全陪他一块去 第四 他缺乏胆量 欧阳 要不这样 我再还两天 我找高寒好好谈谈 还两天人家就不需要你上门打针了 欧阳 这样吧 等高寒回来我找他谈谈 就说我愿意陪他执行这次任务 保证他的安全 你看怎么样 不是说好我陪高安去了吗 你不像医生 医生长什么样 我怎么就不像 我倒觉得挺像的 兽医 专门给你小子治病 别说了 说了也没用 他既然不想去 没有必要再勉强他了 再说是什么 我去 你不是带嗣 怎么能红这样 你去 高寒 安晴 被那些流氓杀害了 那些少年 都是她的女生 北京的血 不会白灵的 那 那 那 哎 你又哪儿拉呀 小孩 哎 错了 错了 你个臭拉车的 你往哪儿拉啊你 你怎么回事啊你 啊 啊 这 你们这是想干什么 先生 别紧张 我们只是想借一下你的意思 好 好好好 你们干什么呢 给傅先生打针的 进来吧 这位先生外面等着 这位小姐可以进去 我是医生啊 少废话 男人都不能进去 听见没有 好 那你先去 我在外面等你啊 快走 走走走 走走走 怎么样 进不去 他一个人行吗 只能这样了 对不起 对不起小姐 我们要对你搜身 我妈 我妈 父亲 那我冲水 啊 就是 我妈 我老实在 不过 我老实在 那你这个 不知道 你怎么没有 我老实在 你得抓紧时间 嗯 知道了 佛先生 裤子来了 上午不是打过了吗 怎么又要打啊 先生 一天要打两次 好吧 多长时间啊 很快 保险柜的钥匙 就在妇人中的腰症 先生 麻烦您起了一下 大夫说这种药臀部注射比较好 哎呀 怎么这么烦呢 就打胳膊 这天还真热 你不是上午的那位吧 上午的是小刘 我是小王 哦 辛苦你了 不辛苦 能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 你先出去 把门给我带上 社后子 relación 彌 conoc SOL 跟你们从船出机 保险众之后 对 比较好是吗 对 那就听你的吧 你慢点 你慢点 王小姐啊 王小姐 你比上午的刘小姐 白多了 是吗 我就喜欢皮肤白的姑娘 别这样 先生 您不是病了吗 我的病啊 一见到你这样的小姐 就好了一半了 咱们先打针吧 打完针再说 好好好 打针 打针 王小姐 你看是打我的左屁股呢 还是打右屁股呢 您先躺好了 我给您看看 好好好 好好好 躺下 不出门就进来 我 一点规矩也没有 我送水 出去 是 我妈 你怎么回事 我 我送开水 怎么偏在这个时候送开水啊 你这不是长老妈吗 我 是 不 我 疼吗 疼吗 没关系 没关系 马上就好 啊 王小姐 你好白呀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